虽然在部队的时间不长,但是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,看看熟悉的营房,想起和兄弟们一起打打闹闹,嘻嘻哈哈,一起来班长熊,看着仿佛陌生的训练场,想起因为当仗不及格,被老兵长话训练,但是,熟悉部队已经撤编,让我再看一眼我们曾经倾注真情的地方。 再见了,我的第二故乡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